跟我来 给我的 这么土的箱子 看好了 这么多 哇 多少年 心言一场 多少年 仍难相忘 音乐永恒相浮动 匆匆掠过地几重 我独于你心上写情终 看木鱼细小 听风声也匆匆 能不能求一颗 坦荡相拥 这浮射入空 也会为我动容 那关世间爱恨难相同 我只求我尽知所重 看半天月色寥寥 树银河出墙口 楼宿千重 哪里愁 暗暗藏在背地中 心是谁 有能读懂 传说看到绿光 变得收获奇迹 徘徊着寻你此生 而我遇到你 就是我生命里 最大的奇迹 只为它一摸用尽 就像这株碧玉 就是你我之间的见证 我还是当年的那个小气鬼 未曾改变 只是小气鬼现在 想把这株碧玉 送给那个女孩 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并且回到小气鬼的身边 所以 你做的这些 就是因为我是碧玉上女 看半天月色寥寥 或许我的双眼曾经被蒙蔽 错认了碧玉少年 可是我的心却从来没有认错 自从我跟你相遇的那一刻 我便深深地被你吸引 情不自禁地向你靠近 身陷其中 无法自知 也像是这两株碧玉 只有将它们合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 而我 也因为你要完成 你笑笑 听风声也匆匆 能不能凶一刻 坦荡相拥 这浮世 若飞 无论 你想去哪儿 想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 再也不分开了 我只求我静止所头 烧 烧去 烧去 还引火烧身呢 还好这线足够长啊 不然就烧到您了 是啊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不然就烧到您了 上一句 还好这线足够长 我想不到了 若飞 谁让你进来的 我终于知道你姐姐 是怎么放的火了 啊 所以呢 是什么 先别着急 慢慢看 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吗 其实啊 只要在蜡烛里 提前放好引线 当蜡烛燃烧到 引线位置的时候 引线也会燃烧 同时点燃 已经提前进好灯油的月器 整个月器房就会被点燃 而放火之人 完全不需要在场 哦 所以我姐才会跟林月正 同时到达 她约好跟我有时见面 她就是算准了到有时 这个蜡烛会烧到预定位置 她的火就会点燃 这个引线 可是 这都只是我们的推测 没有证据啊 这块木板是吴维和刘新年 在月器房找到的 一般情况来说 蜡烛烧进了之后 会留下一团蜡油 但是这块木板上 只有薄薄的一层 这说明有人在之后 去过月器房 并且直接拿走了证据 原来 你还在调查这事儿 不过现在 我终于可以证明你的 清白了 证明清白又如何 我现在人在云摇 我能跟谁证明 不过 还是谢谢你 你能一直惦记这件事情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回了 嗯 是啊 是啊 你不是被赶出幻月了吗 怎么还有脸站着 周雅 啊 注意你的风度 领主亲自下的令 周月师要是有什么疑问 可以去找领主陈铭 这班台什么领主啊 分明就是少君从中周选 某人明知少君是自己未来的姐夫 还这般恬不知耻 你 不要脸 你说谁不要脸 谁认就说谁呗 你 我不是来跟你们斗嘴皮子的 我是来下战书的 我要带着我的绿光月房 挑战你们换月房 你们要是不满的话 要不来日我们斗月场上见 简直痴心忘心 你就那个破月房 就想一步登天了 笑话 屈屈不才 正是这破月房中的意愿 金大师 您为什么屈尊入这种不入流的月房啊 还不是她狐媚 勾引自己的姐夫不算 还勾引金大师 是 菲儿 你求上进总是好的 但这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你在云摇胡闹也就算了 现在你又带着你的月房 跑来换月 说要来下战书 你说 我这要是硬了 岂不是拉低了换月房的档次 日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来下战书 那我这换月房 岂非成了任人踏足之底 不要因为有少君的庇护 你就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换月房 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若珊 你有什么身份 你原先不过是苏家的车夫 你住口 他说什么 别乱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堂堂正正地打败换月房 做上大跃正之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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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